6月份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为2.2% 创下了2010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际媒体法新社华尔街日报都分析 通货膨胀率下降 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的另一组数据 但是尽管如此 整体上来看 中国服务业的价格仍然持续上涨 尤其是食品价格 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通膨下降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面对6月份中国通货膨胀率下降 有专家分析 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放缓 所以造成整体需求的放缓 请教老师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通货膨胀下降 而且有趣的是 尽管通膨下降 但是跟老百姓最密切相关的蔬菜和猪肉价格 却是仍然居高不下 就是什么原因呢 最关键的或背后的因素 当然就是都是钱的因素 也就是说 如果是钱相对的多 那一方面就是百物会起涨 这个叫做通货膨胀 如果没有这样子去追逐一般的物品 那会去追逐股票 会去追逐房地产 那会就会形成资产膨胀 这个叫做泡沫经济 过去这几年 中国要么就是通货膨胀 要么就是泡沫经济 那受到非常大的这种关切 那现在呢 好像这个通货膨胀率 或者是乌小上涨率 那没有再继续往上升 那其实也没有这个降到那么样的厉害 那其实也可以说 其实他们的钱 其实还是很多 但是还是没有继续再增加 那我们会问是 到底是钱没有进来 还是钱出去了 那钱进来 他们就是用这个经济成长 用生产 然后到卖出去 然后赚钱 然后来去充实 他的这个资金 所以刚刚提到说 是不是他们的这样子 这个经济然后往下掉 这个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 那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这个现象是说 资金是不是外逃了 那资金呢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 或者说现在 一些的这个外资人 他也没有这个进到里面来 那他们自己的这个钱是往外逃 那我们说 为什么往外逃呢 是不是看到 这个中国的整个这个局势 是很危险的 所以现在并不只是 这个中国的经济 这个成长是往下掉了 这个大家最近都常常在说了 会不会硬着陆 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政治 这种因素 现在也非常严重 政治斗争非常严重 所以看到这个整个情势都不好 那我们 我还在强调一下 中国的这个债务是非常严重的 那是比其他国家通通是严重 所以对这一点 大家要好好去注意 因为很多人 他以为中国现在还是非常的 经济还是非常互强的 我想这个看法应该是很危险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